哈囉,各位朋友,歡迎回到台灣家庭在德國 今天是一集簡短的街頭隨拍 有三個小場景,分別是 德國人如何更換公車旁邊的捲動式海報 第二個是如何掃秋天的落葉 第三個是如何爬高到建築物的外牆進行維修 我們看到這裡有一個公車站 旁邊這個海報是可以滾動的喔 這裡是一家幼兒園 但這個不是弟弟所上的幼兒園 每一個公車站旁邊的這種滾動式海報常常更換 我就常常覺得很好奇這些海報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是另外一個公車站 你看這個海報它是會滾動的喔 裡面好像有好幾張呢 有一天在去接弟弟的時候 我幸運的看到這個Valatone Stings 就是漢堡的維修車 他們就載了新的海報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穿著這個制服的人 他就把海報裝到裡面去 然後一蓋 就換好了 現在秋天的落葉很多 我們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拿著場管吹風機在吹落葉的人 這個是草坪上掃落葉的機器 相信大家也略有耳聞 德國的農業機器很厲害 廣大的農田常常都空蕩蕩的 因為農夫常常就是開著那些農機 然後三兩下就把農作物通通都收割好了 這裡的掃落葉機器也差不多 就是來回開個兩三下 地上的落葉都清潔溜溜溜 掃地真的很累 所以現在越來越多人的家裡 都有掃地跟拖地機器人了 第三個是這個維修外牆用的梯子 也是今天剛好在路邊看到的 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就拍給大家看看 這是今天的隨性小分享 謝謝你的觀看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